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10月8日消息 2018年11月 美国司法部为配合美政府全面对华遏制政策 开启了中国行动计划 不择手段炮制所谓中国间谍案 要求美国94个地区 司法部门每年至少提出一致两起针对中国的诉讼 此后美司法部门通过钓鱼执法 抓把柄揪辫子等恶劣手段 肆无忌惮地抓捕华裔专家学者 无差别开展盘场 资料不断炒作中国间谍威胁 制造寒蝉效应 谭鸿井在美中国籍科研人员 在美国加州理工学院获得材料科学博士学位 2017年6月 谭鸿井加入美国石油巨头公司 从事储能技术研究 出于照顾凤吾等考虑 谭鸿井萌生回国发展的想法 2018年12月12日 谭鸿井向公司提出离职申请 没想到一次正常的离职申请 却引发了一场厄运 2018年12月21日 美国司法部网站随即发布消息 只剩35岁中国公民谭鸿井 在美国能源公司任职期间 为其中国的新雇主窃取了公司 新一代电池技术 包含数百份商业秘密文件 价值超过10亿美元 谭鸿井应该事件失去了 两年零八个月的人身自由 身体精神经济名誉均遭受严重打击 据公开统计 中国行动计划实施以来 全美87个科研机构的华裔科学家 受到波及 其中246人被定性有问题 103名科研人员的职业生涯被毁 在被美国执法部门调查的专家学者中 有相当一部分人 仅仅因为是遗漏申报海外项目 或其他较轻的不当行为 就被提起间谍罪等严重的刑事指控 而在实际侦办中 美执法部门又往往难以搜罗有效证据 指得最终以偷税漏税 电汇欺诈 虚假陈述等较轻的罪名草草收场 美司法部相关负责人承认 中国行动计划 助长了对赞美华人的歧视 美联邦调查局反间谍部门官员也承认 对亚裔美国人群体造成了负面影响 特别是对很多华裔科学家和留学生等个人职业生涯造成强烈冲击 2022年2月 美国司法部迫于外界压力宣布终止中国行动计划 但中国行动计划只是形式上结束 仍有相当数量的案件仍在审理中 对华裔科学家的迫害仍在持续 中美正常学术交流仍深受影响 国家安全机关将在党中央的坚强领导下 全面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 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 在隐蔽战线终成履职 对外部遏制打压做出有力回击 坚决维护国家主权 安全发展利益 对外部遏制同位置 确定币坐在霸权 Eat